湾曲 人类星球上最壮丽的景色 大海和大陆在这里相遇 随着世界紧密的连城议题 湾曲正超越文明的发源地 大江 大河 成为人们主要的生存空间 今天 全球50%的人口 60%的GDP 75%的大城市 聚集在巨海岸线100千米的区域内 港口 公司 科技 资本的聚焦 让湾曲成为创新的测源地 经济的增长级 借助资本市场 纽约湾曲奠定了美国的财富 先进的制造业 让东京湾曲成就了日本第一 在旧金山湾曲 硅谷的信息革命 让创新成为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 随着一个新万区出现在中国的南海边 一切也许将再次改变 越港澳大湾曲 包括香港 澳门 两个特别行政区 以及广州 深圳 珠海 等九座珠江三角洲城市 这个中国湾 面积几乎是纽约 东京 九金山三大湾曲的总和 八千多万人口 大致和德国相当 我认为 大湾区域有真正的 可能性成为 中国的门道到世界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有最好看的 在任何地方在中国 我认为 大湾区域 香港 Macau 大湾区 一个关于开放的新故事 这个新故事是如何开头 它又会给中国来自世界 带来什么呢 深圳前海 庞大的中国版图上 一个小小的点 未来 记录历史的人们 也许会发现 这个面积只有14点 九万二平方千米的点 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开端 深圳是习近平总书记 到基层视察的第一站 2012年12月7号 在这里发表了重要讲话 从全局的角度来说 是推动和宣誓 改革开放 再出发 2012年12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深圳考察 考察的第一站 就是深圳前海 一张白纸 从零开始 但是呢 可以画最美最好的图画 一张白纸 可以画最美最好的图画 所以前海呢 好像是一个大丸之地 但是总书记在这里啊 打起的是一个金式的舞台 好像是一个啊 这个小地方 其实做的是一个大文章 小地方做大文章 在中国 既是改革的路径 也是历史的缩影 前海 位于林丁阳东岸 和前海一山之隔 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圈 蛇口 蛇口 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局 当时的领导人希望 通过这个窗口 引进西方的技术 资本和市场模式 为中国杀出一条血路 1979年 整个深圳的GDP 刚刚超过两亿元 大约只有香港的七百分之一 2021年 深圳的经济总量 突破三万亿 超过首尔 亚洲排名第四 是那些未能的梦 是真正的 2021年 中国的人均GDP 达到一万两千美元 接近世界银行设定的 高收入标准 而此时 大湾区的人均GDP 已经是中国平均数的两倍 率先卖过高收入门槛 既是成就 也是挑战 比如说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 在过去三十几年 十八大之前 或者说 它更多的是一种 高投入 高投资 工业的高速发展 和高出口来支撑的 那么由此带来的是 资源环境的约束 越来越紧迫 那么这种状况 再发展下去 肯定是难以为继 2013年 这个雾霾的大爆发 倒是发展了 最后发展出 这么一个严重的雾霾 十八大召开前 哈佛大学教授 格雷厄姆·埃利森 将持续不可持续 看作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 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 破解难题 在中国已经是政府 公开的目标和承诺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中 它被精炼为一个词 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 以金经济 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 加快打造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第一梯队 粤港澳大湾区 它实际上是 中国经济发展最快 最具全球化 国际性的要素 并且有一国两制 制度优势的 中国唯一的经济发展区域 我们占到全中国 超过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超过十分之一 就是十二点八的GDP 以及超过四分之一的 进出口贸易总额 所以高质量发展 那么我们看 大湾区这种形态 它其实就是一个 要素高度集聚 高度开放 创新驱动 所以我们说 中国经济未来的成长 从空间上来看 要依托这样一些 大的城市群 特别是这种 湾区的这样一些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 由港澳和广东 九市两部分组成 广东九市 沿珠江依此排令 包括赵庆 广州 佛山 东莞 深圳 惠州 中山 江门和珠海 珠江边的九座城市 明清史被通称为广州府 1994年 广东省政府将它们 重新命名为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2020年 联合国人居署公布的亚洲十大城市中 香港 广州 深圳分别排名第三 第七和第八 人口经济规模高达85%的城市化率 让大湾区有了冲击更高目标的底绩 这个目标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 被明确为一流湾区世界级城市群 世界一流彰显勃勃雄心 同时也意味着挑战艰巨 我查了它整个的体量的话 现在是相当于1997年的英国 现在等于说我们现在跟英国 还有20年差异 2020年 大湾区人均GDP 大约只有东京湾区的一半 如果再对比纽约的资本市场 旧金山湾区的创新能力 差距更加明显 短板实际上还不止这些 比如说区域发展不平衡 赵青它在最基角里头 赵青的人均GDP 不但比大湾区的平均低得多 它比广西人均GDP低3800块钱 现在现场面对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经济发展 这个速度比较慢 主要反映在我们这个产业节奏 这个基础比较狭隘 波度注重这个金融地产 我们产业更加大意了 永远是一个不产业 以后这个长期的发展 和持续的发展就有问题 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 产业单一 传统优势越来越弱的同时 有创新发力 类似短板 实际上是整个中国 经过四十多年高速增长 需要共同面对的矛盾 也是只有高质量发展 才能破解的难题 转变发展方式 就像给一列行驶中的高铁 更换发动机 大湾区面对的特殊挑战 还在于发动机由三地生产 如果我们看经经济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它基本上是在党的领导下 我们这个内地的一个发展战略 而大湾区呢 它有港澳 那么是在一国两制条件下 吹动这种系统发展 所以它就有很多挑战 大湾区包含三个关税区 三种货币 三套法律体系 这种情况下 让粤港澳形成合力 挑战不孝 如果合理的目标 还是和纽约 东京 旧金山湾区比肩 无疑挑战更大 2020年 纽约湾区的人均GDP 大约8万美元 通过追赶 大湾区哪怕只达到一半 总量上 它也将相当于今天的 两个纽约湾区 通过什么方法 完成追赶呢 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里面 这个在前沿里面呢 对于大湾区的定位 一个呢就是 这个新时代 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城市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国两制事业的新事件 2012年12月7日 深圳前海 几年后将耸立起高楼大厦的地方 此时还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滩图 滩图上 留下了总书记 一张白纸 可以画最美 最好图画的捉托 后来 当人们回味这句话时 也许会发现 它表达的不仅仅只是情怀 世界最古老的清真寺在哪 也许很少有人会联想到粤秀局 粤秀局从秦汉起 就是广州的市中心 在这个古老的中心里 耸立着一座白塔 白塔始建于唐代 它和周边的建筑 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清真寺之一 一千三百多年前 当月秀建起清真寺的时候 以广州为枢纽 两条跨越陆地和海洋的上路 已经将欧亚大陆连成一个整体 商路以丝绸命令 海上和陆地的思路 共同开启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 2013年 一带一路在给全球化注入新能量的同时 也为中国构建出开放的新格局 我实际上是在政府 当时我们发生了这个项目的 一带一路 响应倡议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40个 在这个全球三分之二国家拉起的朋友圈中 大湾区地位特殊 如果您看今天世界的国家货币 80%的国家货币 从日本、中国、韩国到新加坡 大湾区正好就是海上四周之路和路上四周之路的一个交汇点 所以我们在粤港湾大湾区的规划纲要里面明确提出来一个定位 就是大湾区它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区 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 这样的定位在中国只有大湾区一地 特殊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源于特殊的历史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 珠江边的一座普通象镇 这座普通象镇却有幸两次启动了历史 一次是虎门硝烟 另一次则发生在1978年 1978年7月港山山子泥在这里创办了太平手带厂 港方负责进口生产设备原材料以及产品外销 虎门镇则提供厂房劳动力并收取加工费 这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股贸易的工厂 香港把它的制造也转移到左三角 那么香港它向服务也转型 它建立起它的高速发展的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国际的含文中心地位确立起来 那么它的制造也转移到左三角 左三角很快地从一个农业社会 转变过去一个现代工业社会 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 2021年 珠江三角洲制造了中国35%的电子设备 将近三分之二的工业机器人 超过十分之一的电气机械和汽车 从当初的手带到今天的手机 从超人玩具到工业机器人 大湾区的巨变 用无可辩驳的现实 彰显着开放的力量 在开放过程中 港澳的作用不可替代 推动国家改革开放这方面的作用 源于香港跟国际结轨 外国投资前 希望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通道 香港这个平台 改革开放40年 给我们筹集了54%的境外投资 也就是香港的一个地方 超过所有外资的组合 2018年11月 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主席会见了港澳各界 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 会见中 习近平主席用投资新业的龙头 市场经济的示范 体制改革的助推 双向开放的桥梁等六个作用 评价港澳对祖国的贡献 在肯定港澳不可替代的同时 习近平主席也鼓励港澳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 把现场这个经营中心 作为一个人民币离岸中心 其实就是发挥人民币国际化 实验体验的作用 我们认识是中心文化交流的一个城市 跟普与国家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中医药举个例子吧 透过澳门可以把中医药的好处 以一带药的方式 推进到墨桑比克 安哥拉等非洲的普与国家 如果把设立特区 看作中国开放的起点 那么一带一路 无疑是它的升级版 升级首先是硬件提升 大湾区机场群 由五座机场构成 作为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 2021年 仅从香港机场进出口的货物总额 就超过1.7万亿人民币 2021年 货荣几乎成了这个机场群 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 这一年 香港机场推进第三条跑道建设 深圳机场 第三条跑道也在建设中 珠海 澳门 两座机场同时筹划扩建 广州白云机场 三期工程已经破土动工 从这些大兴土木的机场升空 一个庞大的港口群 立刻净收眼底 以广州为起点 黄浦 南沙 盐田 高兰 魁冲 一系列世界级港口 沿珠将密集排列 按集装箱吞吐量计算 这些港口中有三座 分别排名世界第四 第五和第八 港口和机场 让大湾区成为全球经贸网络中 不可或缺的平台 平台之上 三个由城市构成的集点 让大湾区看上去 就像一个面朝大海的巨大三角形 就大湾区来说 国画刚才提出来是 集点带动 轴带支撑 这里面有三个集 港深是一个集 广佛是个集 诸澳是个集 广州 佛山 珠海 澳门 深圳 香港 过去虽然在地理上比邻 但是 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 彼此的合作 更多的是港澳出资 出订单 内地出人 出一 大湾区战略出台后 一加一的目标 开始大于二 大湾区其实这个规划里头 一个最突出的一个亮点 要建设国际 有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香港其实在搞创新科技的 是有很好的基础的 香港有好几家大学 都是排名全世界很前的 深圳 它的产业资源 创新创业的这个份文 有创意了 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实现产业化 这毫不夸张 那么因此如果能够有机地 把越港澳达湾区 弘博地发展的 经济的这样子一个动力 具体地把它连接起来的话 它会形成一个健康的一个有机体 落马州 位于香港深圳交界处 香港回归后 两地联手将深圳和台湾取决 一片新土地浮现在深圳河边 在越港澳达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 这片新土地被定位为 深港合作推动科技创新的示范区 到2021年 五所香港高校牵头的 二十多个科研项目 已经在这里落地 一些学者把过去内地 港澳的合作模式 形容为借船出海 现在随着形势的改变 借船必然变成拼船 这不仅因为科技和创新借不来 更重要的是 国际贸易这片汪洋大海 也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 南沙举广州市中心大约五十千米 它既是广州唯一的出海通道 也是联系中江口城市群和港澳的枢纽 在越港澳达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 南沙的定位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 越港澳全面合作的示范 南沙的特点 一个区面积相对大 国家批心区的时候 它是803平方公里 在一个南沙位置 大家老说到就是所谓 珠三角的几何中心 就是从几何角度看 它到珠海 澳门 广州 它是在最中心 在大湾区的吸引下 今天世界500强企业 已经有217家在南沙布局 2021年 随着丰田全球最先进的生产线 在这里交付 南沙以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 空间技术为特色的产业集群 增加到17个 众多的新企业里 国际优品分波中心并不起眼 它的与众不同在于 为跨境电商提供服务 咱们都知道 这个国际贸易经历了从大进大出 散进散出到幽进幽出的几个阶段 以前都是海外的这些商品 冲过整个集装箱运到咱们国内 后来像海外的亚马逊这些电商平台起来了 他们就直接用包裹的方式 寄到咱们家门口 再后来消费也升级了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买一些质量更好 设计更好的一些商品 这个时候我们就对优品有更高的需求了 跨境电商全球贸易的新形态 广州跨境电商的规模连续八年位居中国第一 跨境电商改变了传统的贸易形态 商品从遍布全球的工厂 直接交付到遍布全球的消费者手中 这种情况下如何让物流更快 怎样保障网购的质量 让开箱不至于变成猜盲盒 借助大湾区的算法 网络又是优品国际分拨中心 开发了国内首个涵盖所有信息的数字平台 有了这个体系 咱们老百姓就能够知道 这些货是从哪来的 哪个工厂哪个批次的货 还能看到咱们买的这些商品 是通过什么运输工具 是从海外的哪个工厂运到咱们国内的哪个口袋 网购 点商 平行进口 这些新洋流不断冲击着原有的全球贸易规则 与此同时 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中国这艘巨轮 运往世界的也不再仅仅是成衣 家具 电脑和手机 一带一路沿线 中国制造的商品 还有高铁 核电站 以及包含不同工厂设备的整个产业园 有家里的加大手机 中国的操作高铁 厚运输工具 在首尔比亚 已经股票在海贸易国盘 有十多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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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贸易 从这颗工具有帮助力 在承设中 共同的工具 maintenant 中国经济的近远击时 中国经济自身全球化 中国经济自身全球化 中国开始 recommend 产生出一些 可以作为全球经济这个标准 以及这个模式的 这样一个具有技术主权意义的 这样一个成果 比如说我们的5G 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 随着中国制造 从未全球生产 逐渐变成在全球生产 需要提升的就不仅仅是商品 基础设施这些硬件 还有贸易规则 管理方法等软件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将制度性开放 列为未来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 在大湾区 它被落实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现在我们讲 这个开放水平最高的 应该是自由贸易港 比如说迪拜 比如说像阿姆斯特丹 他也算个自贸港 香港 但比下来 基本上香港是个水平最高的 香港是连续25年 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 它的信任体系 它的法治成多 它的营商规则 如果我们能结合我们的制度优势 那么可以形成一种 示范性或者营运性的这个体系 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大幕 逐渐拉开 通过一体化 由粤港澳契合而成的统一市场 出举规模 如何保证这艘结合3D优势的巨轮 行稳致远呢 实践新模式 引领新体系 对前海管理局来说 既是使命 也是学习的过程 前海 中国经济中和香港关联度最高 合作最紧密的区域 截止2021年 在这里注册的港资企业 超过一万家 作为上万家企业的服务员 管理者 前海管理局 没有办公大楼 从设立的那天起 它的工作场所 就始终在333个 退役的海运集装箱中 虽然叫管理局 但是它不是政府 而是法定机构 法定机构的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科学员的股东 只有一个 就是香港政府 但香港政府不会直接管我们 那么香港政府成立了董事会 董事会里面 我们科学员里面 董事会里面17个人 17个人都是独立的 就是一票是政府的 法定机构可以引入市场机制 对吧 假如雇佣人就不一样 如果是政府机构的话 一个联究机构的话 你变成公务员 但是我们法定机构的话 那就可以市场机制 假如雇佣人机制就灵活了 我一年两年三年的合同 根据你的performance 根据你的东西来 决定去留 机构法定 就是将官置于法下 把公务员变成职员 就是要通过绩效和竞争 提高服务效率 目前在前海 注册公司这样的事 几乎通过自助打印 就可以完成 一张执照也许很小 但是小细节 往往隐含着大背景 它本来有一个目标 就是建立一个 类似香港的竞争中心 和商业社会 比如说 它的法定制度 某人都在法院校 香港法定制度 它的收入制度 也许低税率 在香港这边看起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2021年 香港股市交易额 已经是伦敦证交所的四倍 2021年 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占到了香港GDP的88.63% 同一年 中国大陆服务业的比重 只有53.3% 对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来说 服务业 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比重 哪怕只提升几个百分点 也意味着数万亿的财富 你比方是从立法方面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我们才制定了270多部法律 那么香港的成文法都六百多 澳门的法律更多 有九百多 让规则跨过深圳河 上午八点 香港 王贵勋 离开自己的办公室 王贵勋 曾任香港律师会会长 现在 他是深圳国际仲裁院的一名仲裁员 黄岗口岸 香港到深圳的主要通道之一 如果说 过去四十多年 由这里入境的 只有人流和物流的话 那么现在 规则和制度和王贵勋 一起通关 仲裁是一个最好的起点 把不同的法律地域 法律的管制 管杀权拉近 如果有三方是用普通法的合同 然后又发生争议 能不能在我们深圳里头来处理呢 答案就是 以前是不可以的 现在也可以 通过制度创新 拉近不同规则间的距离 在深圳国际仲裁院 已经是成熟的体制 在这里 当事人既可以自主选择中国法律 也可以选择中国香港 欧盟 美国的法律 不仅法律可以选择 甚至仲裁者 也可以选择 目前 深圳国际仲裁院 仲裁院名册 有890名 其中 来自香港和海外的仲裁员 占的比例 达到40.5% 这里面 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仲裁员 是达到147个人 一些跨国企业 这个大型企业 比如像汇丰集团 他们选择把总部放在前海 就是他们认为 前海的营商环境 是一个法制化 国际化 市场化的这样一个环境 2021年9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全面深化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根据方案 前海从14.92平方公里 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 扩容后的面积 几乎相当于一个半香港岛 前海发展不错 大幅扩大 香港要发展腹地 现在的西方国家 加紧 二级中国绝集的时候 它也不太愿意 香港在这个国家绝集 当中 发挥太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打造几个平台 以我为主的几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制度体系 那合作起来 就产生很大的作用 那跟那个纽约的 沙发市跟那个东京外 都可以跟他们一比高相 前海方案出台一个月 香港特区政府 以施政报告的形式宣布 在与深圳比邻的区域 发展北部都会区 北部都会区 占地大约300平方千米 建成后将拥有七个香港 通往内地的口岸 要素顺畅流动 将为香港创造出超过 五十万个就业机会 通过新口岸到内地上班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些官员 开始了新的一天 这里是珠海恒勤 前海方案印发的前一天 恒勤与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总体方案 已经率先出台 恒勤的方案 其实是希望能够 吸收澳门的一些长处 同时呢 很具体地帮助澳门 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澳门应该说 它是经济很担忆 只有博彩 它呢 这个比较异于 受到外界的影响 变得很脆弱 恒勤粤澳深度合作区 102平方千米的面积 大约是澳门的三倍 根据粤澳共商 共建 共管 共享的新体制 恒勤管委会 实行双主任制 一位是广东省省长 另一位是澳门 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 我觉得恒勤呢 应该说是 在准备在这个 社会治理机制上 有所创新 比如说澳门 有一种这个 非常好的 这个社会管理的机制 它通过组建 各种民间的协会 社会的组织 把这个 有相同的利益的人 可以团结在一起 然后通过这个 民间的组织和社团 来替代政府 很多的职能 那它的治理体系 除了特区政府 就直接到了街区了 是吧 社区 直接和民生对接 衣食住行 看似琐碎 但是 车靠哪边走 灯该怎么亮 奶粉 谁家靠谱 社保 能不能三地通行 这些具体的问题 对百姓来说 更能感知 一国两制的温度 湾区建设的水平 过去到恒秦 主要是 经济发展为主 但现在慢慢 你看到恒秦 已经要支撑 澳门的民生 服务 在这方面稍微发展 已经是有 大的改变 以前是可能是 从经济 你就引进到商家 现在你到有关的 这个民生服务之后 就变成社区了 是群体对群体了 不是对政府了 所以其实这个 我觉得一个 非常大的改变 已经在发生了 大家只不过说 没注意到 南沙 前海 恒秦 三个平台 推动着全面开放 新格局的新尝试 也深化着 一国两制的新世界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 重大国家战略 大湾区建设 也必然要 经受风雨 承受考验 2022年3月 洛马州核桃 两万多建设者 拼搏在风雨中 洛马州核桃 大湾区未来的科技平台 此时是抗击疫情的前线 在香港抗疫形势 严峻复杂的关键时刻 应特区政府请求 中央决定 援建香港应急医院和方舱医院 火神山的建设者来了 给家人的留言中 只有四个字 出征 导战 当年深圳的建设者 也来了 三十天 将水塘 农田 便能办公楼 负压病房 这样的奇迹 大概只有中国 才能创造 因为身前 身后 就是家 所以 每个人 都退无可退 毕竟 血浓于水 所以危难时 才会说出 岂约无依 与子同袍 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力 面对危难 这句话 更显得暖融融 沉点点 我认为香港人 心理性 必须要预备 自己 为了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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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优势 临丁阳大湾区的门户 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 这里数百千米的海岸线 目睹了几代人的沉沦 奋起 拼搏 牺牲 百年洗礼之后 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从这里再出发 此时的大湾区应该并不缺乏 和当年一样的汗水 泪水 血水 以及比这些还要宝贵的 首创精神 开放勇气 因为这里是中国 因为这里是不断创造奇迹的 中国湾区 一场微观世界的特殊善变 即将开始 一颗粒子进入将近十千米的巨型管道 不断加速后 接近物质的极限 零点九倍光速 当它撞击原子核 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反应 也许关于未来的秘密 就隐藏其间 它是发达国家的 一个大科学装置的 顶级的一个项目 散烈宗旨员呢 我们是世界上的第四台 前面是英国 美国 日本 它有巨大的作用 既满足基础科学研究的需求 又满足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 解决瓶颈问题 比如说材料硬粒和金属疲劳 比如说锂电池的性能的研究 克兰冰的性能的研究等等 中国单向投资最大的科学装置 散烈中紫园 投资金额约20亿人民币 所处地标却十分普通 广东省东莞市大浪镇水平村 过去本地人熟知的是 大浪镇盛产鲜美的荔枝 而今天大浪镇在地图上 最显著的标识 却变成了中紫科学城 2019年2月2日 在经过八年的建设和试运行后 散烈中紫园正式向 全球科学家开放 也许只是巧合 16天后2019年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 在两万多字的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中 创新一词出现了175字 作为一项由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亲自规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超级工程 创新被确定为 粤港澳大湾区的灵魂 目标和使命 建设国际科学创新中心 是大湾区七项重点任务中的 最重要的一项 首要的任务 你要从原来有一个速度 像质量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就离不开高科技的问题 你的核心高科技竞争力的问题 在中国的销售是 不准备进入中的货币 而其他国家的经济 也有经验 这意味着 要是在新增 研究金属特别是快材的 这种光材 应该是中子源我们所擅长的 现在就相当是 我们刚好在90度 还有两组的精细准转器 就能够保证我们的 风型非常漂亮 你说你这个 通过你们现在的这个浦仪 我就把我这个FCC BCC里面的 每一个结构 它的这个微观组织结构的演化 通过你们这个浦仪 是能做出来的 对吧 对 刚好是我们比较擅长 散列中子源正式运行后 为内地和港澳科学家 提供了急需的平台 借助这个平台 香港大学黄明新团队 发现了效能 创世界纪录的超级纲 这项成果发表于全球最权威的期刊 《科学》杂志上 据统计物理化学 或者是生命科学的 这个洛伯尔奖 在最近这几十年来 大约有一半 都和大科学工程有关 它一方面是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同时呢 以它为基础 又建设高技术产业的科技园 吸引了大量的企业 来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 所以我们说 它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单元 在大湾区 像中紫园这样的核心单元 一共有四座 这些位于东莞 惠州 江门的大科学装置 构成了世界级科学基础设施集群 大科学装置集群 吸引了两百多名院士 来到大湾区工作 他们领衔的三十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共同构成了珠江上空 最闪亮的科学新组 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刚要出台后 仅广东一地 用于研究和实验发展的经费 连续三年超过三千亿 远超其他省市和地区 新镇现在2018年的 研发投入是4.2 2017年是4.13 等同于以色列 是世界最高的 如果没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 核能 激光 半导体 计算机 网络 导航系统 所有这些现代生活 需于不能离开的重要技术 就不会出现 而二十世纪基础科学 所爆发的鸿命 正在消耗殆尽 新技术革命的曙光 会在哪里生起 最为深刻的变化 一定源于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改变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 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 被提到了极其显著的位置 而在所有能力建设中 最需要时间累积的 则是教育 美国的旧新山湾区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高等教育环境 那么在里面 有一些世界级的名校 包括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 以及斯坦福大学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 它其实对于人才的供应 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从大学里出来 去搞好的基础研究 出来以后 创新才有突破 我们需要一大批 这个新型的高等教育 因为人的思维 理念这个实际上是第一位 就像硅谷的成功 离不开斯坦福大学一样 信息时代 一流大学 作为生产知识 信息的特殊工厂 更是一流湾区的标配 拥有世界一流大学 恰恰是大湾区的优势之一 你像国际高校排名 那他在前50名或者前100个最好高校里头 香港四所 然后中国台湾一所 内地只有五所 像香港的这些大学 它在这个科学 包括工程方面 跟世界上是 基本上是同步的 那么现在通过关系建设 把它放在一起 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信息 这种科技的优势 再加上内地的人才的优势 集合在一起 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的地方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 特别提出 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 2022年 已经有七所香港大学 开始在内地设立或筹建分校 过去两年 内地给香港大学 研究机构提供的资金 已经超过4.4亿 如果再加上 20家粤港澳三地新建的联合实验室 一万多台三地共享的大型科学仪器 大湾区的创新基础 已经变得更加坚实 图灵奖得主 欧洲科学院院士 约瑟夫·西发基斯曾说 中国正在从集成创新 走向原始创新的路上 未来 这是一个地域和经济体 获得无限可能的 最为原初的引擎 对83岁的薛国航来说 每一秒都很珍贵 在美国一家航空企业 退休十年后 他选择在中国的南海边 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 广东省诸位 感谢观看 往前 对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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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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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创意在最短的时间里变成产业 大湾区的独门武功从何而来呢 佛山顺德 四十多年前 顺德只是广东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 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顺德拥有了自己的产业 被誉为家电之都 燃气聚之都 仅仅从这些名称上 我们就能了解到顺德曾经的产业定位 但现在新的变化已经在酝酿和生长 锅 灶 油烟机 中国家庭最熟悉的三样东西 刘诗峰却试图做出完全不一样的产品 通过半年多的用户调研 他们设计出了新产品 把蓝牙装置装在锅上 通过装在锅坝上的遥控器 来控制火候 减少和避免弯腰的动作 沿着我们世上的产品里面的东西 是让西方这种生活方式去定义的 我们在中国人的使用造具的时候 它其实在炒菜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调节火力的大小 而比较频繁地去低头去 学那个火 看那个火 低头 弯腰 厨房里不起眼的小动作 小动作不断重复 就有可能成了用户的痛点 捕捉用户和市场的痛点 对最早经历市场洗礼的大湾区企业来说 应该是看家本领 通过走进两万多家厨房和安装师傅 一起组装两万套厨具 刘诗峰获得了创新灵感 创新有时候不需要高深的理论 天才的发明 守在用户身边和市场保持零距离 也许才能让创新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 我想创新的这个本质 这个实用是非常重要 实用以及基础的理论研究的创新 这两者其实是相互为用的 如果说我们今天创新了某一个事物 但是这个事物并没有一个实用价值的话 那么驱动这样子的一个创新 它背后的这个理论或者是方法呢 自然也无法得到更新 像是在用户进行资金 是在用户进行资金 是在用户进行资金 这大海域的大利亚有很大的用户 不是只在研究 尤其是在专业的意识 和在用户的新的意识 和新的知识 是在研究中的研究 把钱变成知识 再把知识变成钱 这个创新链条中 企业无疑是最关键的一环 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 作为创新主体 恰恰是大湾区最大的特点和优势 我觉得这是区别于上海 区别于北京最大的特点 我们老实说 经济记我们可以理解成是 央企加国企 那么长大脚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是 外思加国企 大湾区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 民资 民企 这是我们未来 创新的源泉 创新的株立军 我们讲的叫四个百分之九十 就是研发投入 这个专利成果的发明 这些百分之九十都是来自于企业 2021年 据年报显示 华为对于研发的投入 达到了创纪录的 一千四百二十七亿人民币 几乎占到了广东省 研发投入的一半 广东省三十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 以企业为依托的 占到三分之一 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让中国制造 开始了向中国创造的 华丽转身 这不是科幻 而是发生在大湾区的真实场景 同样的总装配线 可以生产几十种不同的产品 车间里没有人类 因此也不需要开灯 从柔性生产线到灯塔工厂 这是美帝在广州南沙建设的 蔚来工厂 我们整个生产环节 都是实时的数字化 包括信息化的传递 它主要包含了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和5G技术等方面 以我们现在为例 我现在就可能收到 我们所有的信息的推送 比如这些信息的异常 然后点开 里面就会实时推送 这样的话 实业责任和它的仗机 都能看到这些信息 能第一时间去处理它 工业文明催生的传统制造业 曾为人类的进步 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已遭遇 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高成本 高能耗 高污染等问题 迫使人类寻找全新的出路 发展智能制造 转变制造业样态 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为了做出示范 从2018年开始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在全球临选 数字化制造 和全球化4.0的示范者 称为灯塔工厂 在迄今为止入选的 90家灯塔工厂中 中国有31家 而美帝就占了两个名额 因为港澳大安区实际上在智慧产业 智能产业有一块是比较强的 因为港澳大安区的独角兽 80%属于硬件科技 如果你看到 里面的数量 有チャンス根远加 20支极議 还21 whole 除了一家 有约一家 现在看起来 这10多尖和链 都是10 cuent 想看 10最多发展 發展技術的技術 和經濟 全世界的國家 今天 中國 正在七十七 那些 那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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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大根資料 自我運營 電動機器 新的搭載 現場 速度 超級工程 雖然還在路上 但未來的大幕 已經拉開一角 驚鴻一瞥的瞬間 我們看到的 不只是大灣區的前景 更有中國 乃至全人類的希望所在 拖车的轮子摸过水泥地 华强北的一天又开始了 南北长九百多米的这个街区 曾因电子一条街而闻名 狭窄的街道两边排布着各式小商铺 被戏称为一米柜台山寨天堂 随着时光流逝和产业升级 华强北辉煌不再 2017年在封闭整整四年后 新的华强北浴火重生 依旧是亚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地 但定位已变成创客中心 canceled 但是 我是 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我们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操作 去工程中的工程 我们有四肢 我们设计了这种画面 给我们的工程 然后有证据 是这样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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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工程中的工程 尤其是我们的工程 之后有几个组织 它仍然很快 比较多的地方 完善的制造业体系 强大的制造能力 灵活的市场网络 让创新的链条不断缩短 迭代的速度不断加快 这是深圳作为世界创新之都 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也是大湾区特有的优质资源 我曾经问过高科技界的人 是不是就如同我们一般想象 还是中国就是靠便宜的土地 便宜的劳动力 中国不是靠这个 我就问说你中国最厉害什么 现在大家都强调快速反应弹性生产 美国可能从一个设计图 到产品的出来 样品的出来 一个月一个半月 中国七天 甚至那时候他们要求压缩到三天 所以就是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量 能够把你的想法 用最快的速度 最低的成本去做出来 这个是大湾区一个非常独特的因素 这个速度可能比硅谷要快五到十倍 而成本也许是它的五到十分之一 现在依然和妻子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在深圳 对他来说 这里环境舒适安全 现代化设施完善 更重要的是 它的事业有开阔的前景 大湾区的建立给了他更大的信心 我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和这种产品的需求 所以在深圳 我们能够做得非常精彩 随着粤岸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钢要的逐步落地 创新的能量正快速散开 放眼整个大湾区 5.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以创新为导向的 以创新为导向的 科技园区就超过70个 科技园 孵化器 和华为 腾讯等 高科技企业一起 沿珠江组成了两条 宽50千米 长度将近100千米的 科技走廊 广州8690家的 高新科技企业 深圳是超过1万家的 高新科技企业 东莞也有几千家高新企业 其中大概有一半的数量 是集中在这条手廊当中的 十大平台 37个节点当中 是一个全中国 或在全球当中 是一个高新科技企业 大陆 一道明星 都在这一切 十大平台 训练 并非 各自作人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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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新的模式 就是香港跟深圳共同治理 共同地管理的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有两个不同的制度 有两个不同想法的东西放在一起的话 肯定要碰撞 肯定要火化出来 罗马州核桃在规划里是一个特色平台 因为我为什么说它有可能跑得快呢 并不是说规划钢要把它定位很高 而是在实施操作中 香港特别关注罗马州核桃地区 因为香港制造业空心化 然后服务业呢 特别是高端服务业 能解决的新大业就业能力又特别小 所以它们现在需要寻求发展动能 怎么寻求发展动能 它们要向科创要动 科技 创新 粤港澳三地的最大公约数 为了求得这个公约数 需要将港澳的科研 融资能力 和内地的产业 市场规模 连成一个开放的生态圈 2021年 罗马州核桃建设 被列入了中国的十四五规划 现在国家的一些经费 也可以到香港去 可以够罗湖 以前是不行的 这实际上就体现了国家 对香港这个科技创新 这个角色的重视 所以我相信这个两地交流的 会越来越多 现在一步少 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科学员这里 我们虽然地方不大 0.2平方公里 今天有七百 七十七百八十家公司 有一万三千在这里上班 一万三千当中 大概有九千人是做研发的人员 出了估计有两千 三千人是讲普通话的 普通话不是我那种普通话 真的普通话那种 从罗马州往西 隔着深圳湾 七十千米外 也有一片仅仅一核之隔的土地 河东是澳门荡载岛 河西是珠海恒勤 一百多平方千米的恒勤新渠 被定位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的新平台 富有特色和差异化的高新科技产业 已经在这里布局 现在澳门已经有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了 一个是中药质量的 一个就是极限电路的 一个就是月球与恒星科学的 还有一个机外城市物联网的 这些新的方向其实对澳门产业多元化是 起了一个非常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把握是 把持是一个宗旨吧 就是引进来跟走出去 先鼓励组织澳门的新年创业的企业家 走出去到有国家 包括普达还有巴西 到那边进行交流与这个考察 先了解人家的先进的地方 有什么可以借鉴 有什么可以合作的 回来以后他们积极也对接起来了 跟当地的企业 跟当地的青创的复发中心 也自动地对接起来 现在更多关于人才和资源互通的政策 已经出台 或者正在酝酿 港澳和国际人才在大湾区工作生活 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 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 越来越完备和严格 一切举措都是为了让创新要素 能更顺畅更自由地流动 整个大湾区 越港澳这个地区的火力 都是从可以说十年之前 就开始萌芽积累 它的人才流 信息流 包括它的电子工业相关的基础 带来了很多的机遇 这些机遇里一定会涌现出许多的公司 越来越感受到过去可能是珠三角 而且是这个一国两制 不同的体制 各自发展 现在越来越变成融合成一个湾区互联互通 里面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 越来越融合一体 我们感受到这个湾区经济的这种融合式发展 呼之欲出 有学者曾把创新 比喻成煲汤 要把好材料放在一起 要有持续的温度 才能熬出好味道 现在 这口新的大锅已初见雏形 食材也基本到位 而越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钢要的出台 则如同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 维系和提升着创新的热度 如果说曾经的珠三角经济圈 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小生态圈 那么越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钢要促成的 将是一个更为宽广 包容和活泼的大生态圈 2019年5月16日 活山岭南明珠体育馆 机甲大师赛 开赛首日 机甲大师赛 全球规模最大 发展最为迅猛的机器人赛事之一 参赛者来自全球四百多所高校 连续六届的比赛 这里累计输出超过 四万五千名青年工程师人才 获得了一百多项专利授权 宣俊鹏 华南理工大学四年级学生 作为卫免冠军 华南虎的队长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 带队站在赛场上 其实我们做比赛 不是为了打比赛 是为了去积累 去学习那些技术 比赛的技术 我们用成熟了 学到了 用于实际应用上的项目来 本质上我们是希望说 通过这样的比赛 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机器人 人工智能方向的工程师 毕业之后 自己就出来去做这个大学生创业 也许几年之后 这些年轻人中 就会涌现出引领潮流的创新者 和实业家 这场被国外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人比赛的机甲大师赛 组委会执行主席 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传奇人物 李泽湘教授 出生湖南永州农村的李泽湘 已经在香港生活了近三十年 他曾培育了国内无人机独角兽大疆 他希望有更多的大疆在大湾区诞生 不管技术往哪个方向发展 不管有哪些新的技术 或者是产业机会的诞生 大湾区都应该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 格局中有它一个独特的地位 2014年 由李泽湘等人共同发起的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成立 迄今为止 这里已经诞生了60多个科技公司 其中有15%成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 有两个工厂 有食堂 体育馆 宿舍 还有一个科技博物馆 所以这里面就是把年轻人进来 这里面有一个培训的部分 有一个孵化的部分 然后它还能够做它的燕机打样 一直到小批量的一些生产测试 这个中式的这样的基地 然后吃饭 体育活动都在这里面 然后宿舍也都在这里面 所以这种创新的因素都聚集在一个平台里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刚要出台后 李泽香有一种食补我代的兴奋和急迫 2021年 他又发起创办了深圳科创学院 9月 第一批50名学生正式入学 在这里 年轻人学习的是如何正确的创业 我叫陈充一 来自广州 目前在哈光大深圳上学 我是洪子叶 我来自广州中山大学 我是蔡德正 我家在深圳 来自于华南理工大学 我是陈宣伟 我来自博山 从点子到产品 从实验室到市场 被称为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功力 也是创新环节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国家整体上这种成果转化率不高 这其实是有很大的浪费 原始的科技创新 尽快地转化成生产力 转化成实际的经济能力 那么是一个区域发展的根本 如何打造成一个 全生命周期的科技产业的服务链 我想这是作为我们未来成为 世界硅谷的一个必要条件 大湾区的成立 让困惑和思索 获得了更为生动和具体的场景 帮助企业跨越从科技到产品的死亡之骨 成为各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2019年 著名的孵化器创新工厂 考虑在大湾区设立专注于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孵化器 没想到这个政府的决策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中快 我们还在想要思考思考 琢磨琢磨的时候 那区域级领导说 不用琢磨了 你们希望落后在这个地方 是什么样的条件 能把你们引进来 我们说了我们有一二三 现在我们就可以拍板 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就能做 但我们在筹备过程之中 在我们落地的过程之中 大湾区就有了这个概念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特别幸运 叫做又站在了浪尖上 除了原来广州已有的人才市场 产业基础之外 我们又多了一个政策红领 创新工厂最终把人工智能工程院的总部 放在了广州黄埔 这里几乎就是创新转化的缩影 打通最后一公里 必须的大部分资源在这里汇聚 需要人才 有校园招聘和夏令营 需要资本 就连接天使基金创业基金 见证过400多家创业公司的起起伏伏 陶宁对创新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任何的创新发展都离不开市场 人才 技术 资金 这四个缺一不可 把大湾区这个概念一说了之后 就相当于我们不仅仅来到了广州 这一个地方 实际是把整个湾区的 四个重点城市的人才 产业 技术 都能够囊括在我们的这种范围之内了 你们真的没有驾驶作业 没有方向盘 对对对 完全没有 所以你们现在是真正的把这个车 投入的运营领应该是在国内第一 对对对 最早我们今天六七月份的时候 在广州不是那个抗议吗 就是这个小巴 就是这个小巴 对 那次是小巴第一次公开亮相 对 我们内部也开玩笑说 本来设计的是一个载人的小巴 结果第一次亮相是给异区送物资 实际上 今天的大湾区 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工厂 市场 人才 技术 资本 几大要素在这里流转 融会 源源不断地催生着新的幼苗 呵护着他们的成长 虽然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 仍旧是一个挑战 但创新的土壤已经开垦 完善的生态正在营建 从科学到技术 再到市场的路径 日渐通畅和清晰 我认为 我认为 大湾区 变成一位最成功的 地区的经济 因为所有的 构筑都在处置 让这种情况下 这个地区 可以变成一位最静静的地区 我认为这将会发生 我认为这将会发生 中国科技的这种 往前迈进的这个动能 我认为是相当的巨大 而且呢 这个后继的这个力量 是我认为这个进道 是非常的足够 这不是幻想 这是一个正在大地上书写的 真实的故事 一个关于再次出发 再次热血沸腾的故事 粤港澳大湾区 十一座风格迥异的城市 一国两制的特色 在差异和互补之中 蕴藏着无限的机遇 和创新的可能性 新一轮的创新浪潮 将从这里测源 不断推向远方 2019年6月18日 广州南沙港 一艘钢铁巨无霸 启航 驶向未来 巨无霸 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排水量超过辽宁号 八个小时之后 这个钢铁水泥的辽宁号 将穿越林丁阳 到达三十六海里外的贵山岛 在这里 三十二个同等体量的辽宁号 将被连接起来 作为深中通道的一部分 在四十米深的海底 组成一条长六点八千米 双响八车道的海底高速路 这么大规模的钢铁城馆 在国内乃至在世界上面 都是最大的 目前有做过的 主要是在日本 而且在日本的话 那么它也没有这么大的断面 也没有造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舒适 便利 城与城之间的交通 变得像客厅到卧室那样便利 这个目标在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中 被称为一小时交通圈 以身中通道为原心 半径一百千米之内 三十一条城际轨道 六十七条高速公路 正在连接起 也许是世界上最大 最密集的城际交通网 通过这个网络 大湾区主要城市间的通勤时间 将缩短到一小时之内 如果你就是得坐火车 从这里到圣证 三十分钟可以做 可以搞定 我曾经有一期在南山开会 两点钟开完会 两点四十五分可以回到这里 城市 之间的风格的感觉 就越来模糊了 你可能住在中山 在澳门上班 在租口消费 现在已经很多事这样做 把十一座城市 变成功能各异 优势互补的功能区 某种程度上 大湾区的十一座城市 就被连接成一座城 对这座比纽约 还要打71倍的巨型城市 曾任欧盟执委会委员 著名社会学家 曼纽尔·卡斯特 这样评价 虽然世界大部分地区 对它的感觉还很模糊 但是它将成为 21世纪卓越的工业 商业文化中心 未来最具代表性的都市面貌 这座21世纪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将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带来什么呢 上午8点 澳门普京酒店 黄音准时出现在 酒店门口的巴士站 现在即便算上通关 澳门到恒秦 也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时间 我是在澳门担展长大 那目前呢 我也来到了恒秦 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恒秦 珠海所属的 146个岛屿中 最大的一座 从这里到澳门 最短距离 只有187米 黄音和恒秦的第一次接触 是在2013年 那一年 作为大二的学生 他和澳门大学新校区 一起迁入恒秦 以前呢 我还会觉得说 可能澳门 他经济会相对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发现说 好像有点跟不上了 因为开始用滴滴 但是我记得比较深刻的 就是说我用滴滴 然后是可以往后支付的 然后我回到澳门 还是不行 澳门 东西方贸易 最早的枢纽之一 随着香港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的崛起 澳门的地位 逐渐衰落 虽然 靠着旅游和博彩业 澳门维持了繁荣 但是博彩业一支独大 也让黄茵这样的年轻人 不得不为未来感到担忧 大学时 黄茵学的是IT 这个全球最热门的专业 在澳门却没有大受追捧 澳门最稳定 收入最高的职业 首先是公务员 其次是核官 具有两年资历的软件工程师 平均月薪 只有核官 公务员的三分之一 像黄茵这样对未来 感到担忧的年轻人 在大湾区 不止一个人 八十年的以前 香港如果两口 大学毕业的话 至少还可以买一个 小一点的 是吧 宅宅可以住房 现在都不可能了 大部分香港人 又受高等教育了 教育了以后找不到工作 而且没有好的工作 他们思路感也是很强 其实香港人很早一点知道 香港这个经济基础 不够稳固 产业基础 比较傻碍 不是没有疑问 而且没有足够危机感 也没有足够来自政府的动力 来推动香港的一些经济改革 2021年 足够的动力 摆在了渴望改变的 大湾区年轻人面前 9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 恒秦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106平方千米的恒秦岛 被确定为粤澳深度合作的新载体 一天之后 根据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方案 120平方千米的深圳海岸线升级为探索大湾区未来的新平台 恒秦的方案 就是拓展港澳经济发展的腹地 你举个例子 大江 王涛先生是在香港 我当时他也想在香港创业 看来看去说搞产业在香港不行 没有产业链 最后在深圳呢 产业链非常完备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成了一个全球 不仅是技术领先 性价比好 占市场份额到80%的这么一个高技术的新型企业 恒秦合作区比澳门大三倍 和香港隔海相望的前海合作区 则相当于一个半香港岛 面对新的机遇 要不要跨过深圳河成为下一个大江 那今天呢 我们将发布一款应用于商务活动的 人工智能人员大数据管理平台 接下来我们也将提 Social Face 创始人兼首席指引官 柴可阳先生为我们介绍 Social Face创办历程 谢谢 大家好 我叫柴可阳 毕业于美国布朗大学 我是来自陕西西安 现在在香港创业 是一个在香港创业的内地人 大家好 我是张柏铭 我是Social Face的CTO 我之前呢 就是在香港科技大学 认输的 认为博士的 张柏铭 狮子山下长大 靠着一股自强不息的尽头 大学毕业后 他创立了香港版的美团 因为市场狭窄 两次创业 两次碰壁 当他第三次重头再来时 办公桌 碰巧和柴可阳挨在一起 头碰头工作 碰撞出的不一定是灵感 也可能是隔阂 比如我们在选择市场的时候 他天然地会觉得 我们去什么新加坡 去什么东南亚国家 但是我会把它转回来 我说我们去深圳 深圳我们祖国 这个市场是更大的 香港大约700万人口 只要跨过深圳河 市场规模就翻了将近200倍 这样简单的惩罚 为什么会让张柏铭 这个计算机博士 感到泛难呢 因为港澳大湾区 它是一个非常独特 这样一种状态 我们讲独特 就是说它 它的独特性体现在 它是一个 一过两之下的一种湾区 制度体制上 有非常明显的 这样一个区别 比方说港澳居民在内地 这买房子 对银行能不能给按揭 这都是关系到民生的 就大家体验非常清楚的 像这个律师 这个三个地方 律师职业的保险制度不一样 我在香港买了保险 在内地又得买保险 张柏铭 台阁阳 他们公司赖以生存的专利是 将社交网络 和人脸识别技术结合 通过一幅照片 一张名片 在茫茫人海中 发现两个陌生人之间的 潜在联系 跨过深圳河 张柏铭 柴葛阳 原来的网络 将换成朋友圈 切换之后 公司能适应吗 张柏铭 柴葛阳的担忧 揭开了城市的另一面 城市不仅仅是道路 楼群 建筑 还是各种制度 规则 社交网络的集合体 经济上的朋友圈 叫做市场 林里坚的微信群放大 就是社会 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人 这些制度 规则 网络 就相当于人体的神经和血管 哪怕血压 梗阻稍大 都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 香港和内地的税收 有一定的差别 过去 港澳居民 没有办法在珠三角 交纳社保 如何减少差别 破除梗阻呢 财政部税总就发文 香港个税低 15% 当时就允许 地方自费改革 就说你引进这个人才 如果他一个应交的个税 按照国内比方说是百分之二十几 你给他事务 那个差数 地方财政服务 要推动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的便捷流动 要进行自治互认 就是说你的医生自治 向我认可了 那么你就可以到我这来职业 你的教师自治 我们相互认可了 就可以到我这来职业 根据越港澳大学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设计 资质产前保护的问题 社会保障的问题 社会治理的问题 环境保护的问题 那么这个创新创业的 这个政策保障的问题 这个港澳跟内地 谁的标准好 谁的制度好就用谁的 截止2021年 在大湾区 个税降低汇集的人数 已经超过9000 获得内地医疗资质的 港澳机构达到48家 在内地享受社会保障的 港澳居民将近19万 种种举措虽好 但是真的能做到 谁的制度好就用谁的吗 现在在广东这个地方 已经是有一些像前海 在请香港的律师 做陪水员 比如说他们在东莞 香港已经设立了 这种标准检测联盟 对于东莞的这种工业制服品 按照英联邦的标准 国内性检测 那国际这个负价值就高了 2021年 恒秦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总体方案出台 一种共商 共建 共管 共享的新管理体制 在恒秦落地 这种新体制中 恒秦合作区管委会主任 由广东省省长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共同担任 类似的合作 并不仅仅出现在恒秦 我们参考香港联署的经验 我们成立了 这个前海年证监督局 那么这个年证监督局 即检 监察 公安 检查 审计 和某位一体 那么形成了一个新型的 一个检查的一个机构 如果恒秦前海的探索 传递出某种信号的话 现在信号的强度 被放大了一万倍 2020年 内地事业单位 首批九千余岗位 向港澳居民开发 在大湾区 类似打通耿祖的制度创新 已经颁布了610项 目前我这边是两个团队 一个是澳门商报新媒体集团 一个是欧博国际会长 这两个团队目前在恒秦这边 跨界办公 跨界办公 就是澳门的企业 在恒秦这边 不需要注册 不需要翻写这边 也不需要拿税 另外恒秦政府 每平方米 向我们办公场地 每平方米还有一个 70块钱的资金的补助 连续补助三年 5 4 3 2 1 谢谢大家 2020年 在前海合作区的 一个孵化器里 柴葛阳和张柏明 获得了第一笔 7000万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和巨资相比 张柏明更看重的是 流动带来的机会和未来 开始我说 为什么香港的客人能做得更好了 就是说因为内地的人才 香港的人才 外地的人才都聚在一起 一块就 这个科研的效果当然是很好 之前中央都给了 大湾区很多的政策 让各个省市的优势都能发挥 让人才都能互相流动 当人才聚在一起 大家的产出就会更长 就会更加好 支持香港 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 是大湾区最重要的出发点 和立足点 今天在珠三角九世中 港澳青年的创业基地 已经建成十二个 在这里已经孵化了 七百六十五个张百名 柴可阳这样的成功案例 通过刷脸刷身份证 就能通关的新口案 黄音从澳门来到横秦 现在的横秦 让黄音越来越有回家的感觉 当大湾区变得越来越像一座城时 像黄音这样 每天往返两制的人流 建成钟摆 现在珠三角在港澳就读的中小学生 超过九万 从港澳来到珠三角的大学生 也有一点四万人 如果再算上一万四千家港资 澳资公司 钟摆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潮汐 那在横秦的话 有一部分人呢 是会想说 等它发生好 我再过来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机遇 因为它还没过完去完下的时候 证明我还是有机会的 2020年3月 横秦岛一角 半个天安门广场大的土地 被规划为一处新社区 社区的名字叫做 澳门新街坊 未来这里建起的四千套住宅 将为四千个澳门家庭提供一个家 每天返回澳门的大巴上 黄音总要朝澳门新街坊的方向 看一会儿 那一刻 他觉得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离自己如此之近 如果流动是城市的活力所在 那么詹俊霄已经生活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中 这里是深圳 詹俊霄是深圳南山区的一名网格员 网格员的话 我觉得是 就像社区的一个大管家 我负责的是一块小区 一个小区里就有374户 就像有些从外地来深圳的人呢 他需要做这个居住登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起到的作用就是上门为他们 保证他们及时更快地能办好这个居住登记 深圳 深圳中国流动性最强的城市之一 2018年 深圳的户籍人口大约450万 而流动人口则超过800万 如此高的流动性 造就城市活力的同时 也让原有的管理方式难以为继 比如我们一个街道可能有三百万人 但是正式的公务员也就是几百人 一千多人 那这种情况下 没法进行有效的管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空间的概念 一个巨型城市的概念 网络 二十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 它改变了人们的生产 消费 社交方式之后 也必然对生产 消费 社交的场所 城市造成影响 网络时代 信号取代了城墙 哪里有信号 城市的边界就可以在哪里 网络时代 WiFi消除了城乡 只要在稻田里竖起几座基盏 广阔的区域也能连成一体 当城市变得界限模糊 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 又不舍昼夜 穿梭不停时 这样的城市该如何管理呢 深圳的方法是将城市数字化 这个二维码呢 首先我们就是可以用手机扫一下 它上面会体现几个信息 一个是地址 还有一个一串编码 那个编码就相当于这个房屋的身份证 那从这个编码呢 它的用途呢 可以我们有小学入学的一些办理 同时呢 居住在这儿的人员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扫描二维码 到这个网上去申报这个居住信息 那通过这个居住信息申报以后 你就不用再跑到居委会 或者跑到哪里去人工办理 深圳是中国的网络测源地之一 过去十多年 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组快递柜 第一个微信群 第一次移动支付 第一批快递小哥 作为未来的样板 让它敢于颠覆传统 让城市率先从一个地方 变成一张网 通过扫码 城市的管理对象 就从钢筋水泥的楼群 密如珠网的街道 川流不息的人流 车流 变成硬盘中的数据 数字化的城市 哪怕有限的人力 也能进行管理 基于这种设想 深圳通过一万五千个网格 重构了城市 随着城市变成网络 网格员的职责 也从网管变成了小二 网格员就变成一个 类似于我们说的 像银行的柜员似的 罐子的是罐子 金属的是金属 然后杂志 然后写的那种纸 都可以 牛奶盒 对 牛奶盒还得 像在日本的话 它是把它洗干净的 也就是把所有的 我们管理的这些要素 都放在这个一个平台上 比如说社工机构 养老服务机构 心灵119 那这些方面的 一些专业机构 那我用手机的APP 我就随时得到 这个网格上的提供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服务 把城市从一个地方 变成能拿在手里的APP 改变的不仅是 城市的形态 还有城与城之间的距离 深圳到广州有多远 在天河二号的认知中 只有0.01秒 广州攀与大学城 天河二号的母体 中国国家超级计算 广州中心 就栖身于这里的一栋 六层建筑中 从天河一号开始 我们就拿到了 世界超算500强的 第一位 天河二号更是连续六次 获得世界超算排行榜的第一 这个记录到现在还没有 其他国家的系统来打破 目前全球500台 算得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219台在中国 作为其中的撬除 天河二号 让大湾区具备了一种重构时空的超能力 未来 当网速从5G变成6G时 只需0.01秒 天河二号就能把海量数据 还原成一座数字化的深圳城 将城市压缩成数据 上传到云端 通过基站传输 借助算力还原 这些颇具未来感的技术 在大湾区上空 搭建起一座数字化的 孪生湾区 这个漂浮在云端的孪生湾区 打破了地理行政区化 规则制度的束缚 将湾区的11座城市 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 这样的便利 至少在刘靖康看来 还远远不够 刘靖康90后 南京大学毕业之后 来深圳创业 深圳这个平台 让他在30岁之前 就登上了福布斯 亚洲杰出人物排行榜 因为我们刚刚来深圳的时候 这周边其实都没有 什么特别大的龙 然后呢 就是几点的时间 周边全建起来了 所以这个速度 还是非常可怕的 你能做任何事 你能做任何事 可以转称地 改变了颜色的表现 拍摄在高威 所以那就是 那种差别 对 我觉得深圳的话 可以成为 创业之都 它永远充满着机会 大楼和机会 面对这两个词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 也许是房地产 刘靖康之所以 不是许多人 因为他首先想到的 是能不能给大楼 安上眼睛 全景相机 刘靖康希望 装在大楼上的眼睛 作为公司的主打产品 这台机器的视角 比人眼广出一倍 因为能看得光 所以面对突发事件 它能做出 比人更快的反应 比如说我们现在 往这个把这个执法 是由本把变成全景的 它还可以具备 自己的意识 它可以把周边 看到的人脸 全部都识别出来 哪些事可能是 在逃的嫌疑犯 那就可以去通知到 这个民警 在你的两点钟方向 它能有一个嫌疑的 刘靖康描述的 实际上是未来的 某个瞬间 在这个瞬间 刘靖康相机捕捉的影像 激活了网格园 收集的大数据 借助柴葛阳 和张柏明的人脸识别 机器就能预知风险 预见未来 预见未来 人类的终极梦想 如果能提前知道 下一分 下一秒发生什么 那么撞车 就不会再发生 拥堵就可以缓解 电力短缺前 已经事先做好调度 犯罪还没有发生 已经提前被预防 这些科幻电影中的 在大湾区是数十万发明家 工程师过去十多年的工作 这些在广州 深圳 香港 澳门 进行的尝试 不久将汇聚成一张 完整的拼图 拼图的名字叫 智慧城市 让城市具备智慧 这项改变未来的技术 实际上已经潜移默化地 根植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们现在常常在网上购物 这一个网站 它就会推送一些 它会主动的询问你 是否要买某些商品 这个背后的这种 简单的这一个动作 其实就是由数据来驱动的 它有什么数据来驱动呢 由你过去的消费的方式 由你跟你相同的 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的 消费的方式来驱动的 过去的消费方式 消费行为 实际上就是个人的历史 当个人的历史 过往的衣食住行 甚至每个人的社会背景 人际关系 都成为驱动 未来智慧城市的力量是 靠什么把这些东西 整合在一起呢 1986年 49岁的吴家伟 做了一个人生中 最重要的决定 那一年 他辞去了旧金山州立大学的 校长职位 回到香港 开始创办一所新的大学 吴家伟 松沫护护抗战爆发时 生于上海 和父母移居香港后 在殖民地读完了中学 其后半生虽然在海外功成名就 但是 人家里面有饭吃 人家有饭吃是一些天边的事情 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 我这儿有一个 我这个杯子什么东西 陪证中学的 香港陪证中学的 陪证中学有130年 今年130周年的历史 是广州开始的 然后在香港跟澳门版了 虽然只有大概 我想只有七八十年吧 你看就是越港澳了 我之所以会有一种 民族的情节 情怀 意识 文化 就是因为 是我的陪证中学的教育 还是完全 忠不识得 如江思想的教育 一只杯子虽小 因为蕴含了文化的力量 就显得弥足珍贵 文化 唯一一种 能跨越时空的力量 它将历史 共享同一段历史的所有人 以及历史发生的不同地方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未来城市 需要历史数据来驱动 那么文化就是相当于 把所有数据 整合在一起的超级算法 在越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中 共建人文湾区 被列为重要的一节 它不仅为未来奠定基础 更重要的是 它赋予大湾区灵魂 让每个来到城市的人们 有归属感 香港科技大学 创办于回归前夕 此时 因为前途不明朗 一些人选择了离开 这种情况下 在海外招募创效人才的吴家伟 要想劝说 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 放弃多年的研究 投入一项前途未卜的事业 他只能靠文化 归属感来打动别人 也说服自己 就有人问了 说你看像中国现在情况 还该回去吗 就有一个教授 他跟那个学长 他记得 我就不记得 他说我一路在流眼泪 一路就说 现在更是需要了 假如样样东西 都是完全上回道的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香港科技大学 一所情怀催生的大学 2021年 在全球前100所大学中 它排名34 香港科技大学的这段历史 不仅生动地诠释了文化 和科技的因果关系 更重要的是 它也提示出文化 对未来的推动力 2019年9月 安德鲁丙店 三十周年典庆 一大早 师队就换好行头 准备采清 这里是澳门 从五个世纪前 第一批葡萄牙殖民者 登陆算起 不同的种族 文化 信仰 就在这片土地上 冲突 碰撞 理解 交融 安德鲁丙店 就是交融的结果之一 店主 祖籍英国 在澳门生活四十多年后 已经是资深澳门居民 扑国蛋挞 是店里唯一的商品 这种源于欧洲的点心 现在是澳门最著名的伴手里 中国的武师 欧洲的点心 再加上海外移民 种种不和谐 和谐共生 体现出大湾区文化的精髓 如果是从大湾区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 从生活文化 这一点都是 领来文化 领来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 它本身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一种结合 吃饱 穿暖 住得舒服 初入平安 对任何人来说 应该都是基本需求 这些需求 并不会因为讲不同的话 信不同的神而改变 所以 以生活为素材的文化 更容易跨越族群 穿透信仰 在不同的人群中 求同存异 跨越不同文化 借鉴不同社会形态 经济规则 治理模式 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探索新的路径 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担当和使命 2019年 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深圳 被确定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示范区的目标 就是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城市范例 深圳为什么比其他的城市更有生命力呢 大家就要问 因为确实是深圳 从一开始 就是一种创新 就是永难了 港澳台这些有些体制的优势 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 独立自主建设的一座国际化城市 我们要验证我们党不仅有能力领导物质建设 有能力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也要有能力领导先行制制度体系 有所有的理由 去支援沿岸域的激烈和激烈發展 因為它是給世界一個例子的例子 當人類越來越命運與共 不同的族群、信仰、文化 必須學會和諧共生時 打破壁壘、跨越障礙 營造新的城市形態 是全球城市共同面對的挑戰 一個生態的灣區 一個充滿活力的灣區 一個因為包容 讓所有人都能產生歸屬感的灣區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 被稱為宜居、宜夜、宜游的優質生活圈 民生福祉 大灣區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讓人民擁有更好的生活 不論中外 應該都是世界級城市群唯一的標杆 2019年6月15日 廣州 舉辦了34屆的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 即將開幕 來自大灣區 11座城市的124支龍舟隊 平日裡散落在各行各業 不同網格中的2500名選手 將在這一刻 一同踏進珠江 藉助工具 挑戰風浪 跨越天線 八龍舟這樣的活動 在大灣區 已經持續了千年 要想在這樣的比賽中獲勝 要想在這樣的比賽中獲勝 要求所有的參與者 都能放下自我 把自己融入團隊 在反覆磨合中 形成新的默契 在大家一起奮力前行時 即便遇到風浪 也要有勇氣踏平波濤 因為這裡是家園 一座古老而年輕的未來之城